取一根30厘米的线 为锯中间固定一下 为轴线 然后以右边 这几根线分别为绕线 边斜卷结 这里剩了6根轴线 咱们把轴线的另一半 同样的方法编到这里 再取一根30厘米的线 以这样为轴线 然后这一圈所有的线分别为绕线 边一圈 然后到这里 这两轴线交叉 边一反斜卷结 这里把这个线头从背面穿过来 这一圈 这个线头是因为轻线了 我会见到这种线呀